国际排联公布了2021年vnl的赛程 随之而出的就是中国女排的赛程 大家都知道vnl也叫世界排球联赛 由于疫情的原因去年取消了 而在今年国际排联提出安全气泡的概念 也就是所有的队伍在同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进行比赛 每个队伍在比赛期间都在指定的酒店比赛场馆活动 不允许自由活动 这跟国内举办的排操有点类似 不管怎样四年赛的重启 也给排球人极大的鼓励 也会给今年的东京奥运会极大的鼓舞 从赛程来看 中国女排在5月25日当晚22点 迎来首个对手韩国女排 目前中国女排正在日本参加东京奥运测试赛 比完赛将会休整 随后将前往意大利进行比赛 而四年赛作为奥运前的唯一一次世界级比赛 中国女排也是极其重视的 因为已经有两年没有跟世界交手的中国女排 急需跟各个成队比赛来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 以便在奥运前及时发生问题 解决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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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来到这里 的支持者 本来在新界都 Vitam 内守护运上谁拿了 灵充地球员からitet火口上射火 透明iu力大切nement 共华单 opportunity 这是最新参加猜的 Across佐和ien 公开的是新界正想 跟元气部 凩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